那么分析人士认为造成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大幅下挫的主要原因是当天美国两年期和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出现了倒挂 打击了市场的信心 那么在经济学上 短期国债收益率高于长期国债收益率这样的一个反常的现象被称为收益率的曲线倒挂 那么被普遍的视为经济即将进入到衰退的一个预警的信号 那么更多相关的细节我们来看一看CNBC的叶文多从新加坡带来的观察和分析 对于隔夜美国股市的暴跌我们首先还是要从债券市场上找原因 那么昨天在盘中交易阶段一个重要的指标是为投资者拉响了警报 那就是美国的两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高出了十年期的收益率 这是一个非常反常的现象 那么根据瑞信的统计数据 那么自1978年以来总共出现过五次美国两年期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倒挂 其中每一次都会跟随出现经济衰退 那同时呢衰退通常会有一定的滞后平均滞后的时间约为22个月 那即便如此呢这个强烈的预警信号还是让投资者是非常的担心 从而引发了整个股票市场上的抛售 那么在美国之外呢包括英国德国在内的欧洲多个国家 以及日本的国债收益率也已经陷入了复制区间 那么近日呢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接手媒体采访时就表示说 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美国国债收益率降到零以下 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勃根大通的策略师也是警告说 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会比预期提前 因为经济衰退的风险来得更早 黄色收益率降到零以后 打开到零以后 一位主席格林斯潘接手媒体 来看得比预期的